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簡單跟更簡單跟做三 讓你生活變得很簡單 好嘞 來 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這個料理啊 不只營養 小朋友又愛吃 但是 你今天要吃到這個料理店 不用去日本料理店 我們今天 自己動手 就可以做這道 既營養 又好吃 又美味的 鮭魚炒飯 來 首先 一下食材 再給他解除一下 來 我們現在 直接進行我們的炒飯 來 開火一下 炒飯啦 我們是一個 真的是非常簡單 又快速的料理 當然 你要把炒飯炒得 第一分比又好吃 又是不一樣的技巧 我們下油 來 下油 來 再來我們 去市場挑選一下新鮮的鮭魚 你把它拆開 然後這個鮭魚的皮留著 我們要來拆一點油 鍋燒了 先把皮拿下去 它的油脂拆一點出來 來 它比較香 肉我們一下 好 來 鮭魚肉 它會比較大拆 然後這個油 充滿了我鮭魚的香氣 來 再炒一下 我們現在鮭魚炒到要熟 要熟到這樣 差不多熟了之後 我們來 讓它炒 我們直接在鍋內 我們把鮭魚壞 直接把它打碎 好 來 這樣差不多 大概的打碎一下 來 這個時候我們關火 好 來 我們直接洗來就好了 洗來之後 我們在旁邊立一下油 剛剛的皮 這個你可以把它挑掉 我們繼續開鍋 然後我們打一下蛋 我們就在這裡 可以用鍋趕快的做法來做 來 我們蛋就不加鹽巴 我們就直接下去了 鍋炊了 蛋直接下 來 這樣就把它拿好水 好 直接把它攪出來就好 油不夠 四情況再補 更炒了之後 現在的蔥白跟洋蔥拿粉裡 炒一下 炒到香 讓我們的紅洗菇 和美白菇 這個氣味真的不一樣 你可以試試看 來 全下 這個是既健康又美味又營養 一樣把菇 炒到出水 它的味道 炒到 菇的味道 都炒到 這時候我們的白飯都包下去 白飯全下 把我們的白飯分開 夾好好的 我們就把它分開一下 好 來 OK 再來加我們的調味 把鹽巴放下去 那個白胡椒 最後下去 來 白胡椒 炒一下 再來我們的醬油 如果它強了上色一下 來 強了 來 加上色一下 再來現在 鮭魚來 最後下去 喔 我覺得九層塔 跟鮭魚 加起來非常對味 所以我今天特別準備了九層塔 來 最後的味道 來 不管給我翻炒一下 來 今天這樣差不多了 最後下我們的蔥 來 蔥給它下 直接來 翻炒一下 OK 我直接關火 非常不一樣又美味的鮭魚炒飯 這裡面的日本料理店家 我們在家裡就在炒 鮭魚炒飯完成 簡單哥的美味四吃時間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來來來去 超小的 今天我們剛在做這個料理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考量到給小朋友吃 所以那個鮭魚有給它更熟一點 你小朋友還是盡量不要吃太生的東西 所以我鮭魚有故意給大家炒久一點 讓它更熟一點 好啦 讓它再吃一點 菇花在這裡 鮭魚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很喜歡吃鮭魚了 它就好吃嘛 鮭魚炒飯去加一點九層塔 那個氣味很搭 我剛這樣吃 就都有九層塔的那個香氣在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歡九層塔 你就不要加就好了 那其實你加這個 菇啊 超搭的 我堅信堅信一定要帶九層塔 那整個飯齁 就有九層塔的香味 嗯 好吃 如果 讓我簡潔餓腰的講理不動力 飯裡面 濃濃的九層塔 鮭魚味 非常濃 來 我們的 鮭魚炒飯完成啦 簡單哥下次隨興不安無來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到我的Youtube 按讚訂閱加分享 你可以記得看小鈴鐺 也要到簡單哥的粉絲專頁 按讚最終搶先咖 來再來最重要的是 簡單哥大家庭 你們加入了嗎 來趕快點輸出去 簡單哥大家庭 趕快加入簡單哥的社團 一起成為一家人 來簡單哥真的非常的感動 也要在這邊感謝所有的粉絲 謝謝你們 裡面的留言真的是非常的踴躍 PO文也是非常的踴躍 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把自己辛苦做的菜 PO菜來跟大家 這些我們一家人一起分享 也很多人 照著簡單哥的方式在做菜 這樣真的是非常的新鮮 我們這個氣氛要好好的 繼續保持住 如果你沒有任何拿手菜 歡迎PO在我們的社團 記得按 臉書搜尋 簡單哥大家庭 我是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